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位 Siena Plantation的这个社区 这个社区在梅兰市这个区域 它离中国城的距离差不多就是30分钟 差不多到立学中心的距离也是二十几到三十分钟 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呢是一套2900尺的一层 算是一个非常open的那种感觉的一层 一进门就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先右手边看一下 右手边是一个study room 办公室这样子 这个房子一层但是这个价位区间在40万左右的 因为这个房子是一个比较挑高比较高的 是12个费的一个挑高的一层 然后再往前走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个房间 但其实您可以把它看成一面墙 所以这面是车库 然后右手边呢才是一个套间 进套间之前套间的洗手间在外面了 然后再往这边走 这才是一个套间 啪啪打脸 这里边还有个洗手间 这是一个新的药板间 我也是第一次过来 但是感觉很美 而且这个位置还是很方便的 但是学区来讲的话 Missour City的整体学区可能不如 Shergerland这些地方更好一些 再往前走 左手边是一个laundry 也就是放洗衣机红根机的地方 然后这边是一个放衣服的架子 这个房子是大一层 一直有很open很宽的感觉 往右手边走 你看到了两个卧室 我们先来这个卧室看看 这个卧室的面积都非常大 因为放到的床都是那个queen的床 这是一个洗手间 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女生的卧室 最近更新了很多的最新的样板间的视频 也是想让大家看一下 其实房子也跟穿的衣服一样 每年都在不断的更新 它的风格 感觉 然后社区之类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放映厅 但是您看它放映厅是有窗户的 所以您做一个活动室啊 或者给孩子玩的都没有问题 大一层占地的这个需求是比较大的 这个房子光自身的面积就有2900多尺 所以说可能起码需要一个将近7000多尺的地 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主餐厅 大落地窗的感觉 看所有的现在的新盖的样板间 都是以金色为一种调点 还有深色的搭配像碰撞的一种感觉的搭配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它的客厅了 大落地窗 客厅 然后这边是早餐厅 早餐厅你看一圈落地窗 然后我们就到了厨房的位置 之前介绍现在新开的很多样板间 都有介绍过 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厨房和这个中岛的颜色的一个跳跃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厨房是灰色的 你看中岛的厨房的颜色 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深灰和浅灰的一个对比 再加上现在呢 所有的这种金属件 你看现在这些金属件都用了这种铜色 金铜色 包括现在看到的这些水龙头的金属件 全都用了这样的一些元素 所以就看起来非常的美 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了房子 在装饰自己家的时候 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些小的细节 我们现在往里走 就来到它漂亮的主卧啦 其实主卧室的话 你看像大的落地窗啊 或者是一个主卧的面积的感觉 在很多房子当中 都是已经有体现过的了 比如说这个推拉门也是 以前的药板间也差不多都是这种感觉 那它的亮点呢 就在主卧的洗手间 主卧的洗手间的整体感觉都是白白的 你看比较浅的颜色 加上几个特别深色的 跳色的画就让人感觉不一样了 那它的一个淋浴间是藏在了后面 这样子 这边是什么 衣帽间 衣帽间的侧面 应该就是马桶间 一个带窗户的马桶间 这边是窗户 我有的时候会经常提马桶间带窗户 就是因为很多的马桶间都不带窗户 好 这就是它整个房子的感觉 由于新房子的话 占地取决于您到时候买的那块地的大小 而不取决于样板间地的大小 所以我就不带大家看院子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房子 如果你对搜户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入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G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房子 到底在什么位置呢 这个社区 它离中国城的距离比较方便 三十几分钟就到了 因为它是紧挨着舍格兰 也就是唐城这个华人区的 还有它离如果离医学中心的距离的话 也差不多就是20至30分钟左右的距离 它离我们经常逛街的市中心 最大的商场Galaria 也就是半个小时的这个距离 好